一年一度的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正式对公众开放 今年的博览会云集了大约4000件艺术作品 其中既有毕加索、安迪、沃霍尔等大师的名作 也有新兴艺术家的先锋之作 今年的展览会呈现出两大主要趋势 一是当代艺术家作与历史艺术作品的重叠 二是围绕互联网诞生的艺术作品 包括以互联网为灵感或是在网上直接创作的作品 甚至通过网络筹集资金 从而诞生的创作也算在其中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创立于1970年 是公认的当今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艺术博览会 并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交易额 而被视为全球艺术市场的晴雨表 世界艺术文化之都更有看透 让华阳观众更能深入体会作品的意涵 享受一趟艺术文化饗宴 等级我是梅韩珍美国Miami采访报道 这两幅作品是画家董青 他是楚天画艺非常年轻的一位画家 这幅他是他最典型的京剧人物 下一次就叫西藏印象 所以是在他在西藏的时候 这首特别的这种抽象和他的经典就是京剧 所以这两幅的作者就是画家董青 他这次巴塞尔带来的两幅参展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肚子 他这łość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